四大公投決戰倒數 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從高雄公投宣將近距連發 不但有萬聖病 破聖 就好命耶 我聽說如果吃得多的蛋白 說腐臥的機會 我聽說我怕死 不管你吃什麼東西 我想劑量決定毒性 那只要在安全的劑量 來做使用的話 那都是安全的 衛福部長陳時中 沒把話說死 但到底萊豬吃太多 會不會影響到男性增殖 專業醫師這樣說 到底要不要進口萊豬 隨公投越來越近 總統蔡英文公投宣長 卻不斷被民團打臉 反美豬進口 傷害到我們全球的富裕 如果我們反萊豬的話 會影響我們外交 會影響我們參加 國家 國際 經濟的組織 我覺得都是亂講的 總統一直在做錯誤的宣導 說是反美豬 算是違法的現行犯 我想他們就是因為洗腦不成 什麼奇怪的話 什麼奇怪的邏輯都講錯了 為護航萊豬 蔡總統不惜把所有美豬脫下水 為了騙百姓吞萊豬反公投 難道真的什麼謊話都敢說 記者吳俊偉 李璇選 SG小組 台北報導 今晚會見到 閉嘴 指示 汙 指示 寫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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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